我们看了很多这些 跟电动车或者自驾 特别我们谈自驾 那自驾的这一块 很多很多的这个座舱 都已经出现了变化了 以前是前排后排 那大概都是往同一个方向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很多的想象 那这些原型呢 不管多久会可以实现 但是就是说的确是我们看到 好像是移动的办公室 移动的客厅 这样子的一些诉求 从这样的观点来看 他就已经从您转型的初期 做的纯粹娱乐 那到后来呢 可能是跟这些机械 或者是电力控制 这些相关的领域 那他最后需要有一些显示 那当然就是说跟随身的这些装置 那我们看到您刚刚提到 跟你的手机啦 这些联动 在未来公司的这个布局上面 这个从自驾的观点 您会觉得说还有什么样 可以打进这些 刚刚您也提到了 可能大家还没有真正感觉到 那个应用的爆量 但是呢 后续看起来是前景非常非常的亮丽 所以其实现在目前看到的是 因为现在目前大概都还只有高级车上 才会有这么多的 display在这边 其实未来 在车上面的这些应用 其实当量开始越来越大的时候 这个价格越来越低 那我们可以去扩机的车种 也就会越来越多 那其实现在目前因为对车用的面板来讲 还是跟一般的可数码面板 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差距 是主要是 不管是温度也好 或者是有些撞击的车子 相对来讲获得也好 这些都还是目前车用面板 还是相对来讲比较贵的地方 那这也是目前台湾所有的面板商 或者是世界所有的面板商 一直在做经营的一个部分 就是未来的应用不管从现在从LED 要进入到OLED 或者到MicroLED也好 那这些也全部都会是 未来面板厂的一个定价必争之地之外 还有就是我们像我们是系统厂 我们怎么去搭配这面板厂最新的技术 然后跟着他们去给车厂 他们想要的 不管是你要这样子绕也好 绕也好 好的一个更不同的一个 installation的一个方式 外来其实对于车厂来讲 他们一定要东西一定要好装 工时要少 你要把所有东西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做完 那这些也都是 对于每个人来讲都是整个问题 所以我们怎么样站在客户的角度 去帮他们去想他们能够做这些事情 也是一个让车厂会觉得说 跟我们合作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 所以就是说现在还是停留在高级车的应用 那未来随着这个量开出来之后 那我们就期待一般能够普及 这个时候它的整个的需求 可能就会再继续持续往上拉 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看到几乎所有的产品 可能前期都要送很长期的 花很多的时间去做验证 你刚刚提到就是说跟一般的这个 Consumer Electronics可能不太一样 那要去走这些安规的这个验证的时候呢 其实大家可能是需要花跟传统的消费电子 比较不一样的Life Cycle的概念来思考 那这个部分就是也很佩服你了 花了很长的时间在前期做了这样的一些布局 那现在慢慢在甜美的果实 终于可以收割了 那未来在这个 就车用的这些显示的上面 您可不可以用很简短的方式 再给我们一个趋势的预测 那未来在车上面只会越来越多面板 这个是躲不掉的一个趋势 那不管是你在Dashboard也好 你在Center Console也好 你在Center Site也好 后座 你现在有些高级车 连这个镜子都不要了 旁边也放两块面板 那其实未来这个应用只会越来越多 那这些东西其实看得到的也是这个 车子上面人对于影像的一个需求 那我觉得这个 现在小朋友也都是看iPad长大的 他们也觉得说 你们没有iPad怎么活得下去的这种概念 那这个未来也会到车子上面 也会是这样子的一个看法 如果喜欢本节目的话 欢迎您订阅Digitimes 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就能在第一时间收到节目的更新通知 另外也能在影片下方 资讯栏点选连结 前往科技传送门 收看本集的完整节目 电动车新革命 我们下周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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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连的观世